立正 走進 請坐 大家早安 你們都 豆漿都喝完了 喝得還不錯 所以今天 禮拜六一大早 我們就開始上課 這個題目 是美國的 基本精神 嗨嗨嗨 這個基本精神還有一些 憲法的 這個 幾個星星 五十五十個州 幾個 紅白條 六個 我看錯過吧 這個 紅白條 多少個 十三個 十三個 剛開始 十三個殖民地 把它聯合起來 然後 跟英國宣布獨立 後來 宣布獨立以後 打了八年的戰爭 然後 那個時候 英國就 疲憊了 所以他們簽了一個合約 他就說 英國承認 英國承認 這個十三個殖民地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有一種聯合 聯合的體制 Unite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英國承認 你是獨立的 好 就這樣 那我們現在 要考的題目 是 當初 1776年 為什麼 那些 寫獨立宣言的人 他們在 他們在廢城那邊的那個 那個館齁 他們你那個搞的時候 他是 建對英國 的那個皇家 那為什麼 他沒有對 荷蘭宣布獨立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為什麼他沒有對 葡萄牙宣布獨立 為什麼他沒有 對 西班牙宣布獨立 可惜今天 沒有來 很多 民進黨 高層 因為這個課 他一定會上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摩世 要宣布獨立 比如說摩西哥 他是不是向 英國宣布獨立 他不是 他是向 葡萄牙 不是 他是向西班牙宣布獨立 而巴西 就向 葡萄牙這樣 他看 他是屬於誰的 本來是 他的這個殖民地是屬於誰的 他的這個體系是屬於誰的 他就向誰宣布獨立 我們常常聽到 一些民進黨高層說 我要宣布獨立 而林志森就回答說 你向誰宣布獨立 你屬於中華民國嗎 你的文件拿出來看 哪一個文件說你屬於中華民國 你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哪一個文件 這個宣布獨立在台灣是一個假課題 而他們不願意談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問題是 最重要的 既然你不屬於他的 你為什麼要 花這麼多的力量 跟他對抗 你就否認他就對了 你就否認他就對了 所以 他來個邀請函 要做什麼做什麼 你就不要去嘛 但是 很多台灣人非常的喜歡 參加宴會 誰的宴會 開的比 市況比較 比較大 喔趕快跑去 我 我 我早年也去很多那個 那個 競選的時候那個宴會 欸很奇怪 因為反正我就是隨便陪去 我說 我是觀察員 對不對 因為我 我 對於你講的 競選口號 或是你的承諾 我 我可以舉 雙手 贊成 但是 我不會 投你的票 因為我沒有投票權 所以 我是屬於 觀察員 今天 我去吃 國民黨的 宴會 欸 明天去吃 民進黨的 二號天去吃 柴臉 欸 有很多人也是一樣的 我就 我就想問他們說 我是觀察員 但是 請問你 你的中心思想是什麼 為什麼你每一場都去 他說 我覺得 他們的菜很好吃啊 所以這個 台灣人的這個政治思想 這個很奇怪 在我們外國人看起來很奇怪 我們認為 應該有一個中心思想 像如果我爸爸媽媽 如果我爸爸媽媽是支持那個 埃森豪體系 對不對 那就不是柯林頓 對不對 柯林頓是民主黨 而埃森豪那邊過來是 共和黨 如果他支持那個埃森豪 那 民主黨請吃客 他絕對不會去 絕對不會去 絕對不會去 他 他會先看他的理念是什麼 然後他會從他的理念去出發 他不會被那個其他的東西 在那裡左右 但是 我 我前幾天 我太太 就跑回家 他說 喔 很不好的消息 我說 什麼消息 他說 你知道我們那個朋友 那個 廖先生 廖太太 我說 對啊 你知道他的兒子啊 現在是那個 什麼成功大學畢業的 我說 對 你知道嗎 他找到工作 他打算 兩年後 他要去留學 他要去讀碩士 我說 好 你講到這裡 我都了解 我想這個也很好 先有一些工作經驗嘛 美國人也比較認為這個是正當的嘛 你大學畢業 你先有一些工作經驗 你再去考慮念什麼碩士 所以他說 很不好的消息 你知道發生什麼嗎 他們本來就是 他們全家就是非常綠色 結果他一打聽 他一個朋友就說 國民黨說 如果你 參加 爸爸媽媽參加國民黨兩年 你孩子也參加兩年 你要去留學可以申請 最高五百萬的補助 貸款 他全家跑去加入國民黨 那你看 我 我 就是從這裡 同樣的就是說 他們本來就是 綠色 那 我們 因為他們都是台灣人呢 他們都是台灣人呢 他本來就是比較支持 他自己所了解的本土 但是一旦 人家拿一個 黃金在這邊搖來搖去 哇 他馬上 咚 跑出 比那個 比那個卡通裡面的跑步鳥還要快 咻 馬上跑到國民黨的辦公室 馬上 船家就加入了 因為他說 他說 到時候 兩年已經滿 我們就可以申請貸款 喔 不不不不 那個 有一點點是貸款 有一大部分是 直接給你啊 直接給你 所以 你看 他的思想馬上就改變這樣 啊 我說 那我們要小心 以後 我們要公園 跟他們聊天 他會做 筆錄 對不對 所以 你不知道你旁邊的人 如果你旁邊的人 有人要 要做碩士 小孩子要做碩士博士 你跟他們家人談話 你要小心喔 對不對 他把我媽媽可能做筆錄 把你傳回去啊 所以我就說 這個基本上 我覺得是 是這個 違背這個基本 基本精神 那我兒子呢 我兒子 我跟 我跟我太太齁 我太太是台中縣齁 台中縣然後 他們家裡 反正 我這個外籍配偶啊 曾經 我到政府機關 那你知道 有了那個政府機關 他就 看你外籍配偶有點邪言 尤其早年齁 他就說 你跟台灣人結婚了嗎 我說有 他說好啊 我有碰過 我有地政事務所 什麼那些 他說好 你講啊 你太太是家人 你講給我聽 喔 我說這個話題可大了 大哥齁 他是怎麼樣怎麼樣 二哥 怎麼樣怎麼樣 那然後有一個弟弟齁 他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那個 大哥 二哥 那是 那 反正一直到老 一直到第六個孩子 是同一個母親 後來那個 爸爸有改嫁齁 後來他那個 然後後來第三個太太 是生這個弟弟齁 那其他接下來 從那邊都開始是女兒 啊最大的是這個 他住在台南 啊再一個 他住在新竹 啊再一個 他住在那個 那個太太說 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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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不要 我說我還沒有講到一半 對不對 他說好了好了 你知道就好了 所以我說我太太 反正他小時候 有個很奇怪的事情就是 他那個 他那個 爸爸的姊姊 他結婚以後啊 就沒生孩子 所以有一次 他 跟他先生回來的時候 他都說 我們好想有個孩子 欸 那我太太的爸爸 那個時候就說 就拍拍手 說啊 來啊來啊 大家來啊排隊 那我排了八九個 啊他說你要哪一個 你要哪一個你拿走了 欸 他就說啊這個好了 啊就是我太太 啊他就拿走我太太 所以我太太 啊我太太就跟他們去 那他那個 他那個養父 是一個農學的什麼 博士 他是專門在研究 啊農作物 然後那個改良各方面 所以他有一個農場 他有很多員工 他有 他有司機 他有車 他有 助理很多 所以我太太在那樣的環境長大 嗯 所以他有一點 一點 一點那種 呃 貴族 因為他他養父 就一直把他放在貴族學校 嘛 一直放在貴族學校 他說 貴族學校的那個 老師在念 點名 後面他會寫 爸爸做什麼人 他爸爸 那邊就是 喔 某某某 喔醫生 喔好 喔某某某工程師 喔好 我太太 陳彥瑩 爸爸 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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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搞錯 這個是什麼學校 他沒有寫農學博士啊 什麼 那是寫農 他以為是農夫 就是隨便帶一個斗笠在那裡 所以他說從小也受到這個侮辱 尤其他在貴族學校 他就覺得 好像不太適合 啊我在美國 也從高中開始 就是有獎學金 讀貴族學校 所以 高中大學都是在 美國一流的那個學府在讀 所以 我們的感覺是 小孩子 不要受這個苦 因為我們身份 但不是說完全符合那個 同學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們就說這很辛苦 你讀一流學府 但是你家裡背景也不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蠻辛苦的 我們就說給我們小孩子生出來的時候 一般學校 所以 我們住在台北市內湖 附近就是康寧國小 趕快給他報名 就 幼稚園就送去 所以他讀在那個 讀在那個一般學校 而且我們覺得說 反正中文比較難啊 中文比較難 所以先學會 這個國字比較難 英文 ABCD 26個字母很快就講完了嘛 阿中國幾千個字要講到什麼時候啊 對不對 所以先選那個嘛 比較好 將來 你在世界上走來走去 你會中文很方便 好 很好 所以給他選 所以學學學 好 到了那個 有一次我在街上 我碰到一個外國人 他就跟我聊天 他就說 有 那你有小孩 有 在哪裡 我說我們堅持就給他放一般學校 也不要什麼貴族學校啦 就是一般學校 他說好了好了 我告訴你 我住在台灣很久 你這個小孩 混血 他到差不多 你看看 那個時候是差不多二年級 他說 再過幾年哈 他的那個美國基因會發作 他到時候發作 你不要意外 你就有心理準備喔 他一旦發作 他中國學校讀不下去 我說哪有這麼奇怪 你從小 讀那個中國學校 當然你已經很習慣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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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基因有一種 有一種 有一種算不獨立 對不對 有一種革命 有這種精神在那個基因裡面 這是美國的基本精神 對不對 我反對 嘿對 這是美國基本精神 所以 這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 順服文化 他吃不消啊 啊不會這樣的嘛 好 但是我們還是開始準備啊 呃台北內湖 然後南港 南港那邊有個基督教學校 全英文教學 嗯 欸他們怎麼樣跟我們聯絡 他說欸 你要不要過來參觀 我跟他說 啊機會來了 我們就去那邊參觀 雖然我們不要去 但是我們讓各位了解那個環境嘛 所以什麼 感恩節啊 復活節 聖誕節 他們有個大會 我們就帶小兒子去 先了解那個環境啊 什麼台北 恩慈美國學校這樣 反正 他就好好的在他的 中文系統的這個 一直讀過來就好了嘛 啊結果差不多 五年級要一天回來說 我不要上學 我說為什麼 什麼 我跟老師 談判 老師 不肯 我說你談判什麼 他說每一個字要寫二十遍 我說 我寫兩遍 啊 下一次我來上課 如果不會寫你發我一百遍好不好 我不要就是每一個字寫二十遍 我跟他太太說 他的美國基因已經發作了 已經反對已經抗議 不要這個一般的這種教學方式 不要那種不用腦筋的教學方式 他已經要求我要用思考來學 喔我的天啊 所以 那個學習結束了 就趕快給他轉 就轉到那個學校 欸 沒想到 秋季結束 下一個學期開始 在那個差不多 一月的時候對不對 就給他轉過去那個學校 結果 一個禮拜後 每天乖乖的去上學 一個禮拜後 一句話都沒有講 我媽媽問他說 你本來在中國學校 是 全天後都是 用中文上課 你現在到那邊 全天後用英文上課 會不會很大的衝擊 會不會覺得有很多壓力 他想一想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哇那好 他加一句 聽不懂有什麼壓力 所以 就慢慢 慢慢 學習 呃 在那邊 上課 上個 上個五年 現在的英文非常流利 比那個 美國留學那個博士回來的那個 繪畫 比他們好得多 那我為什麼要講這個呢 這個也是全知道美國一些基本的價值觀 因為坦白說 我在這裡這麼久 我接觸到一些人做事 就是 我要想一想 這樣的做事方法 是不是符合美國人的做事方法 我問我兒子 他就知道 因為他本來在 中國式的這種學校 他轉到美國式的那個學校 他轉到美國式的那個學校 有一天我問他 我說 你知道嗎 呃 我外面我去 我去上個什麼課 我去上什麼 我自己有去上一個什麼 呃 公共工程委員會的什麼 他有一系列的那個什麼 呃 如何處理那個 投標文件 我也去上那個課 後來我們有個考試 啊有的學生 他也不是太會嘛 他就用一個小轉盤 他用一個小轉盤 譬如說 每一個題目ABCDE的一個選擇 他小轉盤ABCDE 他每一題就 咚 咚 咚 下一題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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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我兒子說 欸很多人這樣考 如果在美國學校這樣考 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老師會沒收你的考卷 不讓你考 嗯 我說哇 我沒想到欸 嗯 所以這樣 這樣就是說 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在我們這裡 或是看起來 呃 一般人就是這樣做有沒有 啊其實經過他們 因為他們 在那個美國學校 從小 那個老師就是 練一個講義或什麼 這個講義 從這個課本 第幾頁 好麻煩同學翻到最後一頁 好這個 這個授權書是授權本校 因應這個東西 從課本上 因應 欸 每一個東西都這樣 很緊張的去處理有沒有 所以他們從小就是那個 智慧採權權的觀念 他們學校用的 那個電腦式 或是什麼 用的所有軟體 什麼 老師 反正他們學校沒有大補貼 三個字的那種觀念 都是用原版軟體啊對不對 反正什麼樣 反正原版那個 那個教學的書也是原版 什麼 所以 你看 這個基本的這個觀念 齁 那我們台灣如果要 離開301條款 當然我們也必須提升 提升我們的那個 對智慧採權權各方面的那個 那個觀念喔 我們也要提升 那很多事情要提升 我談的這個 我太太說 你談這麼多就是比較高調啊 他說你知道啊 台南官田的小學 連那個燈都不夠 你還在談什麼智慧採權權的寶物 這個真的作為美國人 我無法想像 怎麼會燈不夠呢 啊 前天打開報紙 不是馬英九可以花了幾億 為了刷幾個國旗做一個表演 喔唷唷唷 啊怎麼會任何國小 還有那個 非洲的邦交國 我兒子本來到那個軟體公司去做事 他們就是賣那個軟體 給那個非洲的邦交國 但是他派一個工程師過去看 是不是符合他們電腦 他說 他回來說 他們沒有電腦欸 那買那個軟體給他們幹什麼 大概就拷貝那個東西就放在 圖書館吧 他有個小圖書館 拷貝就把磁獵片放在圖書館 他說他不要說沒有電腦 他沒有馬路 他沒有馬路 他沒有門牌 我說欸奇怪 就是我們的邦交國 他說對啊 每一年給他們幾億啊 他們 他們環境的時候會 會跳個 你下飛機會跳個很漂亮的舞給你 大概你幾億就是付那個 所以 這很奇怪 這個很奇怪 所以 這個電腦什麼所有這些東西 啊你在你在搞什麼 他也不知道欸 所以 我兒子就是觀察很多這個東西 他告訴我 這個基本精神 這個要提高 那為什麼 關田沒有燈 那何先生在談 要重視原本書 你想他 連錢買個燈泡都沒有 啊結果他就講 給我聽 他說這個是面子問題 我說買燈泡跟面子有什麼關係 開玩笑 他說百分之百啊 這個是面子問題 為什麼 他說你不知道這個故事就是 錢水扁在做總統的時候 有一次他去巡視啊 關田國小那個校長就說 欸 這是你的母校欸 我們燈不夠啊 他說啊那你給我一個文啊 所以他們就寫信給 錢水扁說我們要補充燈泡 錢水扁就轉到教育部 而教育部就轉下來 那那個關田的教育局 就反應給錢水扁說 欸 你不直接繳我 你這樣子一承下來 你知道我計個多少過 你為什麼不直接繳我 對不對 你這樣子反過來給我很大的壓力 那現在我都辦不成啊 所以隔了一年 他就直接寫個便條 反正已經第二年的預算嘛 所以他寫便條給 那個學校的校長就說 欸你是不是燈泡應該補一補 而且隔一段時間他回來說 沒有預算啊 教育部沒有通過啊 所以就說不管你說哪裡進來 你這樣進來 他自己上不去 那你這裡進來下來 他覺得很大壓力 所以你沒有辦法做事 欸奇怪 他們整個制度很奇怪 非常奇怪 所以 這個優勢 直喘不清 有一次我跟我太太 我覺得美國就是 這個優勢基本精神 把事情弄清楚欸 對不對 我們有一次去公務局 啊結果我太太 她妹妹有個房子在台北 啊那個其他的住戶 他們租給一個餐廳 其他的住戶說有老鼠 好討厭 你租那個房子給餐廳 啊有老鼠 在我們大樓以前沒有 我們就去公務局啊 政府機關台北市問他 這個老鼠怎麼辦 他說什麼樣的老鼠 我太太看我 我看我太太 我說大概就這樣 還有一個尾巴 呼吸啊 我說大概就這樣老鼠 他說不是啊 在哪裡啊 我說在裡面啊 有時候跑到樓下 有時候跑人青道 跑水溝啊 有時候跑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水管不是會拍雨水 喔他說這個管轄都不一樣耶 這個管轄不一樣 如果他在裡面是這個單位管的 如果跑到那個 結構裡面 那是那個單位管的 如果他跑到人青道 那是他管的 如果跑到水溝那是他管的 如果跑到大樓的大廳那是他管的 你要先確定老鼠在哪裡 我才有辦法去處理 啊這樣怎麼做事耶 啊這樣怎麼做事 啊再來 這個住戶就說 你這個餐廳的這個煙味太濃啊 太濃這個受不了啦 這個受不了 我們就又去台北市政府去查 說 如果 我們跟他有合約啊 對不對 那如果我們要解約 我們就要 我們要賠償很多錢 我們不能隨便 隨便跟他解約 因為他要做生意嘛 那同樣的 他要隨便跟我們解約 要罰幾個月的租金嘛 但是我們有一條 就說他必須合法 所以就說 既然 他那個 煙的味道這麼濃 這麼令人討厭 其他的住戶有檢舉 很多次 那你只要告訴我 你只要下個文說他不合法 那 這樣我們 就請他 一直說 請你離開這個大樓 我們就租給別人嘛 他說 這個 違反 環保有關煙的那個 這個是一條 但是這個 跟 其他的法令沒有直接的關係 所以 那同樣他違反消防 他有繳稅 那也不算 完全違法 講來講去 那我說那 如果他不繳稅呢 那不繳稅 反正 他還在付 他不繳營業稅 還在付 不繳稅 所以那也不算完全違法 問來問去 沒有一個單位 是 總 那個 總處理 沒有 各自為證 如果你要說 給他一個處分 說 你這樣違反 什麼什麼規定 所以你不能 你必須停止一念 沒有 沒有 找不到 我覺得跟那個老鼠的情形也是一樣 抓不到一個頭 抓不到一個頭 這個就是 錯綜複雜 我太太以前 她單身的時候住在林山南路 他們那邊有消防箱 我常常堵塞 堆很多東西 那些東西 他們常常 大樓 就覺得說 萬一有火怎麼辦 消防車不能進來 結果 警察跟消防就說 呃 這個要處理 可以 呃 那哪一天 你告訴我 我們來 勘察的時候 你就 跟你住戶 你這個大樓 他那個大樓大概有12層 每層樓 五戶嘛 他說你就告訴我 哪一天 大家都在 我們來勘察 你聽到了沒 大家都在 不能燒醫護喔 你告訴我那一天 大家都在 我勘察 每個人蓋個章啊 他就說 消防箱 獨住 你就好好的處理 為什麼要大家都在 喔 我們城區都這樣 所以就在那裡 十年 那個消防箱 檢舉 五數次 沒有人處理 他說 他的規定 就是這樣 你相信嗎 你相信嗎 OK 回到我太太那個妹妹的那個大樓 台北市放了捷運 高價 結果他們大樓的前面 那個大樓 住了兩百多戶 他要起碼面對那個捷運 一百以上的住戶 結果他整個那個沒有 沒有什麼 防聲音的什麼設備 再退幾百公尺 那邊有一大塊森林 那邊都有 都有蓋一個 一個防聲音的 都覺得很奇怪 是不是你怕打擾那個鬼 還是什麼 為什麼你這邊都放那個 好像隧道似的 把聲音都保住 這邊有人住 你沒有放 我們大樓的管委會 大樓的主委 跟工程局來網 文件很多次 基於我們的評估 怎麼樣 那邊 一大塊這邊沒有人住 這邊大樓也很遠 前面商業 後面住宅很遠 你這邊全部包住 這邊 秘籍你沒有包住 喔來網 公文很久 我們基於我們的評估 原來的工程這樣這樣 也沒有解決的 我們碰過 台北市一個市議員 他說喔那你不必 那個森林對面 有幾個高官住在那裡 他是叫他把那個包住 就是為了他們兩三家 就給他處理 你這邊住了幾百家 他不會理你 他用各種理由來把煤化 來好像是符合科學 你這邊沒有 所以這個又是回到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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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回到一個治國 什麼的基本精神 他是不是考慮到 這個人民的基本的這個利益 還是他是考慮到 某些特殊人士的基本利益 那你自己就知道了 我太太說以前他在上班的時候 以前他們辦公室有一個小姐 那個時候剛開始用電腦 他說那個小姐不會用電腦 他很內向 他進入辦公室 他不是很好放的一個人 拿這個小皮包進入辦公室 然後坐他的位置 他有時候發呆 他有時候打一點治 老闆很少給他交代事情 有時候看他自己在看自己的思維 每個月領薪水 他就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有這個人 對不對 後來那個老闆 開什麼餐廳聯手 後來我太太因為進進出出 後來有一次他在辦公室 那個老闆就過去叫那個小姐 他說 嘿 林小姐 你看 這個公文怎麼辦 你看我們南京東路的那個店 他說要拆腳牌 怎麼辦 他說 我研究看看好不好 他就放下了桌子 等一下他撥個電話 爸 說我們公室南京東路 哪邊要拆腳牌 怎麼辦啊 蛤 這二段 二七六號 二樓 蛤 你會處理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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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去 結果接下來 政府機關 拆腳牌 沒有下完呢 你懂嗎 他每個月領薪水 那些人您不想做 做什麼 沒什麼 還坐在那裡 那是他很會處理事情 因為她爸爸是軍方什麼高官 她一個電話over 我太太青年以前認識 我太太早年認識 行政院一個什麼 人事行政局的局長 二十多年前她認識那個人 她說你知道她的地位有多高嗎 她走進來連蔣經國都要站起來 她是那個元老級的 然後她親自跟她在她的辦公室 有一次有人去請她什麼 也是招牌或是違規營業什麼她打去 她的聲音很奇怪 她叫徐正直 徐行政院 這個什麼違規營業 她是自己人欸 嘿嘿嘿 好那這個就沒有了 我們就死掉了 就這樣 他們是這樣處理事情 而對外我們一切 一發行政 對外就可以這樣 而對內就不是這樣 對不對 所以 你看到了 這很可怕欸 所以 就像他們早年在台北 他怎麼樣 有沒有看 敦華北路 仁愛路 每次接一個外國的貴賓 他們早年 更多 比較大的邦交國 他會在松山機場接那個外賓 從 敦華北路 仁愛路 一直到總統府去開會 每一個人都會說 哇 你這個都市好美啊 對不對 你走那兩條 那條 那兩條特別美啊 其他的呢 要不要走到迪華街 要不要走到那個什麼萬華 給你看我們的美麗的都市 沒有欸 不帶他去看那個 所以什麼東西都是 包裝的 給你看的 然後很多是假的 OK 所以 這個牽涉到 一個做事的 基本態度和基本精神 所以你是不是真的要 做到一個 一個公平 就是我們這兩三年 我們一直看 這個 那個 中國那個 訪客一直來的時候 或是中國的那個 運動團體來的時候 他們就把國旗收掉 這一次馬就要競選 他的主題是什麼 保護我們國旗 你看到了 他就可以這樣 所以 美國 那個 有一個 明大學的 一個 一個 老師 他的說 現在我們跟 美國人跟那個 中國 來往越來越密切 那問題是他的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思考 我必須了解 這個中國人到底什麼時候 他說真話 什麼時候說假話 我這個要好好調查 什麼 所以他是 又是心理學博士 又是 語言 語言學博士 又是身體語言博士 什麼什麼 他去研究 研究一年以後 他就有結論 他就有結論 什麼時候那個華人 說真話 什麼時候那個華人 在說假話 他說 這個嘴巴在動的時候 都是說假話 你想想看 所以政府官員 他說 我要保護國旗 那你就知道是假的 對不對 但是他可以畫幾億 來做這個廣告啊 然後一旦那個陳雲林寫來的 喔馬上把他收掉了 你說他不喜歡 他不喜歡 他拿一個來給他敲頭 讓他徹底的不喜歡你 對不對 所以他們 他們做事真的很奇怪 尤其是 說A做B 這個就是最常見的 所以 這個是一個 我們談這個整個話題的一些前年 那如果要進入正題 我們知道我們在談 這個 美國基本精神的時候 你如果看到我們的網站 如果看到我們的書籍 所有這個文章 你去跟別人解釋 他第一個反應是什麼 喔 你要把台灣 改成 美國的一州 一般人的反應 第一個就是這樣 聽你講幾句以後 喔台灣做為美國的一州 那是因為 他對美國的了解 就是停留在那個 50州 就像這個50星星 一樣 50州 50星星 那請問關島在哪裡 沒有耶 啊請問 波多黎克在哪裡 威京存島在哪裡 所以美國不是光50州耶 美國還有別的 一般人不知道 在台灣 在大學 叫 美國憲法的 不見很清楚 他知道50州的歷史 其他的歷史 他不一定知道 美國為什麼有海外領土 他們 不一定知道 海外領土跟美國的關係 有什麼關係 他不知道 那這個就是我們要了解 像關島這樣 關島 就變成 美國西班牙戰爭 美國西班牙戰爭 大概是 1898年4月 爆發的 那個時候關島屬於西班牙的 也有波多利克 也有古巴 美國先攻打古巴 後來波多利克 那關島在太平洋比較遠 還有菲律賓 也是屬於西班牙 這些地方 陸陸續續 都有美國攻打的 後來到第二年 1899年 那個和平條約生效 關島就直接 割讓給美國去了 所以 波多利克也是一樣 菲律賓也割給美國 所以 一般人就了解 這樣的一個結構 那美國 因為戰爭 所以 或許這些地方 割讓給美國 那就變成美國的一個海外領土 但是古巴 古巴 跟台灣很像 古巴就是由西班牙放棄 然後 沒有說給誰 沒有說給誰 那他就必須自己做什麼 成立一個民政府 所以 我們也是一樣 成立一個民政府 這個是已經既定的模式 因為 佔領的時候 是軍事政府 所以 你下一個步驟 就是民政府 就是 為一般人民做的政府 那軍事政府 就是 軍人比較多 不過他可以委託你 一般的機關來繼續運作 就是這樣 所以 所以 關島後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 又 被日本 那個佔領一段時間 但是 恢復以後 他差不多到 1950年 才成立民政府 那他等很久 因為 我們必須 請問說 關島的人 其實對這個政治 不是很積極耶 所以他等50多年 才 才成立他的民政府這樣 然後 他的 因為很多關島的人 自己願意 為美國 就是說 參與那個軍隊 他 自願去參與 那個 那個 當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自願去做 所以 後來 為了感謝 他們那種 表現 那 美國 美國總統 國會 就 集體把他們 規劃 為公民 他本來是 國民 他不是公民 但是他的公民 他的 官島的公民權 不是憲法的公民權 他是 法律的公民權 所以 他在 美國的這個 總統選舉 或是 美國的這個 國會選舉 他還是沒有選舉權 選舉權必須 50週內的 裡面的人 才有選舉權 50週內的 所以 他的公民 其實 好聽而已 他的公民 就是好聽而已 那 現在有一些人 就是 為官的 就說 認為應該獨立 那 是不是要獨立 因為 就像我們林博士 常常說的 夏威夷 可能 70% 以上的 收入 都是 國防部的 美國國防部 給他的租金 另外 那個 軍人 帶很大的商機 對不對 他要買很多東西 他要住在 夏威夷 那 關島也是一樣 你有多少 美軍 住在那裡 消費在那裡 那我給你租金 各方面 那你說 你獨立 這些都走了 那 那你自己 要買 航空物件嗎 那 你自己 要訓練這些人嗎 你訓練完了 那 五年後 他已經 落伍了 那 誰繼續訓練 所以 其實這些小地方 說要獨立 是有一點 我 我常常跟我太太討論 我們 上去公園 有時候看到 很奇怪的事情 那個小狗包在這裡 有人走一走 有時候 你自己走 給他放下來 他就轉在你那個腳裡面 他就躲在主人的腳裡面 你這樣走 他在中間 好啊 可以 他 他喜歡就好嘛 來自一隻大狗 他又在那裡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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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太太說 你有沒有搞錯 你是什麼 他說 這個叫做 虎家虎威嗎 什麼的 他是藉著他的主人的這種大身體 來面對那個大狗耶 而且你要了解 這個小狗在家裡就是 叫聲慣養的 以他為生活的中心啊 所以他認為他很大 他看到大狗 他就叫 他說 有一次 在那個公園看到 人家放生一些一些 啊什麼 母雞啊 那個母雞 拋過來 那個小狗嚇得 全身發抖啊 連母雞都害怕 這個真是 所以這些小島要獨立 我常常有同一個感覺 你在世界上 連菲律賓 今天獨立 問題很多 治安問題 很多那個小島 他沒辦法保護 所以都是 犯罪集團 控制整個小島 或是孕毒集團 他沒有能力去處理 不然他國內的經濟呢 那你自己知道 他們的人都必須到海外去工作 所以這樣 不一定是為他是最好的途徑 OK 那我們先休息個十分鐘 我們下載繼續 起立 立正 走在 休息十分鐘 要渡 W sunrise 我們才可以 tu